最近好到前面不过我们暑假来连一郎怎么玩 我可趁你进来就真理一下 底站的话就黄国赏吧 黄国赏也是连一郎一个标志性的旅游经典 西游记美猴王的老家 是不是 你们可以找一个不热的天气 然后坐公交车 坐到山顶可能要二三十块钱吧 然后在那边玩一圈 然后自己步行的下山 导师员弄坦白照 和小猴子有个亲密的互动 切记小朋友千万不要去逗小猴子 猴子会咬人 不要被咬了 可以自己带一点小坚果小水果去投喂小猴子 下午的话就去浴宛 港城填的笔入整地 带着水墙 带着孩子尽情享受不一样的水上世界 晚上的话我就推荐一监和像了 各式各样的港城小吃 饮品啊 啥串啊 啥都有 保证你来一次就像来第二次 带孩子赶海的话 就是在海一方 海州湾 苏马湾 阳山岛 这几个地方都是比较安全的 适合带孩子 千万别想着啊 于雪我要去逮大螃蟹 去逮一些什么海螺的乱七八糟 想都不要想 外地游客来我们边想逮到海货 很难很难 就是但凡它就能抓到海螺 能抓到螃蟹的地方都不适合孩子 肯定还有很多投铁的朋友问我 哎于雪 捉螃蟹捡海螺在哪里啊 可以去小津港 也可以去席围 但是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去啊 第一你们是外来的 没有本地人领路 你们真的进不去 第二就是 你不懂潮水 即使进去了 有很多人就是空军 骗人的啊 根本捡不到 捡不到东西 其实是真的能捡到东西 只是你去的时间不对 你去的潮水不对 第三的话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其实最实在的还是自己去吃点海鲜 但是你出去吃饭 一定要注意 嗯 我们这边有很多的 那什么啊 就千万一定要问好价格再去吃 千万别被宰了 我推荐的话就是自己去海鲜市场去买 然后找个地方加工 加工费的话可能就十到三十块钱不等 或者说去饭店一定要问清楚价格再吃 第三就是网上订餐 总之就是吃海鲜别被宰 第三个地方就是仰我头带上自己最心爱的人 看一场浪漫的海上日出 重点是这个地方可以眨帐篷录音 但是有个前面条件 它那个地方有一个卡口 需要晚上十点或者第二天早上六点之前 一定要过那个卡口才可以进去 剩下的话就去东海泡泡温泉啊 民主路老街拍拍照啊 实在不行来浦南吧 来浦南月娥岛 跳跳楼下 溜达溜达也挺好 连浦港是一个有山有海有温度有感情的地方 欢迎大家暑期可以来我们连浦港玩 我为连浦港代言 当然了也可以去找诺诺盐言这哥俩玩 是不是 一定要提前跟我们对接好 然后我们会抽出来时间 然后我们有机会的话也可以一起出去玩 我在连浦港等你们哦 在这边的影响 在这边玩家跑到好好镜头到最中 Barbie 我感觉到这边去通知味道 我需要这么多年 看在这边的影响 室歌也是一种